结束了通话 郑天心赶紧打开手机看将远发过来的资料 同时读给旁边的检察官听 田香 南 现年47岁 鲁阳世人 因犯猥亵罪 判一年八个月 这家伙装的宽带网络的地址 在物业公司附近的村子里 田尚村 他家也是拆迁过的 郑天心快速地读完了资料 再道 我们现在就去田尚村 李简 我跟你们一起去 李检察官对于陈友帝的审讯并不看好 也不想等了 干脆跟着出门去 郑天心点点头 点骑了人马 直奔田上村 一队七八辆车 全部打亮了警笛 狂躁地飞奔 路不远 从市局出来 也就是十几公里的距离 同样是一个坐落于国道旁的村子 村内有很多四五层的自建房 一层的面积只有百十个平方的样子 也都没有院子 大部分的房子外墙都没有贴瓷砖 就是水泥的颜色 水泥的花纹 裸露在空气中 偶尔有些房子贴了瓷砖的 也是靠路的一边贴 连侧面都不贴的样子 更有甚者 是窗户都没装 或者只装了一楼二楼的 三楼以上全部空着 不是拆迁的村子吗 李简边下车 边眺望了两眼 都是这样 现在拆迁都拆必要的部分 没拆完的地段 他们都是盖来想等下次拆迁的 反正按平米赔钱 建太好没用 住的人也少 郑天心偶尔还是出出外情的 对辖区内的情况还是蛮熟悉的 郑说着话 身后又是第五第五的警笛声 是江远基案专班的警车过来了 双方的想法都差不多 这种时候 顾不上秘密抓捕了 反而是要振折歹徒 令其不敢行凶 距离逮捕陈友帝 已经四个小时了 消息泄露的可能性很大 田香作为同案犯 若是拘禁着受害人 那受害人已经非常危险了 不过 从好的角度去考虑 田香也有可能正在睡觉 或者喝酒喝到桌子底下去了 再者 就算田香得知了消息 是否选择灭口 也是不一定的 普通人若是逃跑的话 通常也会把这种重要的决定 放在最后去做 也就是说 田香正常来说 可以选择先收拾行囊 带上包裹细软 拿上身份证 手机 钥匙 钱包等物 做好一切准备 然后再杀人灭口 至于田香此人究竟正常不正常 没见过他的几个人 就只能是猜测了 路上联系过的村支书 匆匆地跑了出来 队伍前面的刑警没给他啰嗦的时间 直接让他上车 再带着车队前往田香家 浪费了几分钟的时间 刑警大队的刑警们 直接开着车 就将田宅集周围给包了起来 民警们带枪的掏枪 还有的从小车的后备箱里捞出盾牌 防弹衣和防刺服穿上 有几名队里的传统强攻守 摩拳擦掌地窜到了田宅的前后门 以及窗户的位置 江远基岸专班的车队 跟着停到了后面 队员们也是类似的做派 只是装备更好更全 江对来了 郑天心客客气气地向江远打了声招呼 又给他和李检察官互相介绍了 相比于郑天心对江远的复杂情绪 李检察官更多一些局外人的情绪 并好奇地问江远 道 听说这个田香的指纹锁定是挺困难的 司法系统的人 从某个层面上来讲 说话都挺有目的性的 像是李检说的第一句话 听着像是纯粹地聊天 实际上 他又是在未接下来的案件起诉而收集信息 江远跟各类检察官也是打过交道的 所以没有随便说话 趁着打量田宅的时间 思考一番 才到 困难的地方肯定是有的 因为从指纹的分布来看 能够明显地发现 田香此人是在有意识地消除自己的痕迹 怎么看出来的 李检就问得非常朴素 一方面是他不懂 另一方面 等到了法庭上 法官和律师也是会问类似的问题的 江远沉吟片刻 道 这是在扫指纹的过程中 逐渐发现的 基本上 当时的骨仓里 我就只看到了四个人的指纹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因为骨仓内至少有五个人的尸体 我当时还不确定 但至少有七名受害人 加上张海和陈友帝两名失害者 那就是有九个人曾经出现在骨仓内 结果只有两名失害者 以及活下来的两名受害者的指纹 说明有人此前处理了骨仓内的指纹及其他痕迹 李检听得点头 这时候 跟着江远跑了一圈 从骨仓过来的几名鲁阳市的狠检和县刊们 也走了过来 李检特意招招手 将他们喊了过来 然后问江远道 我不懂技术 不过 我就好奇地问一下 一个人应该有十格指纹吧 加上脚趾的 因为这些人住骨仓里对吧 那其实四个人 就能留下八十格指纹 而且八十格指纹也不都是全指纹 对吧 这样能分辨出骨仓里有多少格指纹吗 当然 正常情况下不能 要不说呢 除了江远回答的理所当然 其他几名狠检都是一阵自嘲声与笑声 郑天心盯着几名发笑的狠检 感觉电话里的几个家伙就是他们 李检有点品过位来了 再看江远道 好像只有你一个人 能分辨这么多指纹 我不是质疑啊 我的意思是 这个到时候在法庭上 能说得通吗 首先 脚的纹路和手的纹路有很大的区别 关于裸足的足迹的问题 其实也可以判断到人 这个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 判断的就是40个指纹 而不是80个 江远顿了一下 又到 其次 判断哪个指纹属于食指 还是拇指 还是小拇指 是有很多办法的 所以 其实也不用去看每种指纹有多少个 确定大拇指和食指只有四种 基本就可以确定只有四个人了 大拇指对人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因为所有的握持动作都需要大拇指参与 理论上 没有大拇指的话 一个手的大部分功能就算是丧失了 这方面 可以自行尝试 用透明胶粘住大拇指 而不是割掉它 法医做临床鉴定也是一个范例 如果大拇指被废掉了 直接就是重伤二级 最高可以判到10年 但如果只是食指伤残或中指伤残 那就是轻伤一级 严重程度相距甚远 理解听得似懂非懂 又问 那指纹不是会压不全吗 指纹都有中心区域的 可以先看这部分 江远道 理解看向其他很简 很少听说这种 你们呢 理解 筑台江远 胸焰滔滔 那不是开玩笑的 你知道人家是怎么判断有第三名同案犯的吗 有狠简笑的略大声了一些 瞬间被正天心锁定 理解 怎么判断的 血迹分析来的 血痕的速度超过了两名现有的嫌疑人 当时都快读出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了 狠简们的震惊程度其实远超一名检察官的 这惠儿的描述 也是在削减自己的压力 有时候 明知道有人能像打妆机一样的做一个小时的活塞运动 与他跟你在床上一起做一个小时的打妆运动是两回事 几名狠简跟江远在骨仓里 一起扫了四个小时的指纹 正常可能扫一个小时就结束的工作 在效率翻倍的情况下 还花费了三四倍的时间 那种痛苦 是外行人难以理解的 理解倒是理顺了里面的逻辑关系 重复道 就是说 江远你是确认有第三名凶手 再通过指纹 确认了他的存在 江远小纠正了一下 到 刚开始的时候 确认房间内有第三名凶手 然后发现房间内只有两名凶手和两名受害人的指纹 后来仔细寻找以后 找到了第五人的指纹 并且确定是男性前科范 前面发笑得很简 给出了一个更浅显的解释 江队带着我们 把整个骨仓的指纹扫了一遍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几名狠简的嘴角都在抽动 砰 一声枪响 清清楚楚的在众人耳边炸响 郑天心一把将李简拉到了车后面 有反应的快的民警 意识纷纷动作 田宅自建房的二楼探出一个脑袋 接着是一支挥舞的手枪 声音随之传了出来 都退后 退后一百米 刀枪无眼 命是自己 别拿你几千块的工资 跟老子拼命 别说 此情此景之下 嫌疑人田乡的动作和声音 还真有一点点汉匪的意思 比逃亡中的张海 以及窝窝囊囊的陈友帝 要跟向犯罪分子 没等郑天心等人做出回应 穆志阳当时就笑出了声 只见他飞快地跑回车后 从后备箱里取了葛顿牌出来 一边检查防弹衣 一边道 几位领导 我装备齐全 申请突击 突击啥 郑天心有点发愣 忙道 这可是真枪 手枪子弹没多疼 穆志阳紧了紧头盔 再认真的道 我爱过 真的